5月12日台南举办全程烈焰复兴聚集 弟兄姐妹在现场与直播一同参与祷告 圣灵的感动大大充满其中 杨道路牧师与其团队领受神的呼召 在世界各地发起复兴祷告小组运动 目前已走过116个国家 世界各地都有复兴祷告小组正在进行 会中杨道路牧师呼吁教会必须透过祷告 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预备好自己迎接将来的末世大丰收与大征战 在外面的人都听见在里面的人 他们是怎么样传送神的伟大传送神的宏伟 当他们听见这一切的时候 氛围就改变了 然后彼得就说去 然后呢告诉他的信息 同样那些人原本说要避养耶稣的人 同样那些人原本说要避养耶稣的人 就是那些人恨复耶稣的人 但他们现在在祷告说我们可不可以祈祷 超过三千人不知道什么事 你说发生了什么事 是不是彼得想到讲的多厉害吗 不是的 是因为整个氛围改变了 当你是用这样的方式在你的祷告 父亲小祷祷告的时候 氛围一定就会改变了 一旦神让这个氛围和属灵都会改变 自然就会有丰收 为什么 因为末年就是要看到的 一切的我们讲到终局就是耶稣教要再来 所以当你在看这个祷告父亲小祷 也就是你们在做的 现在你妈妈在台湾 你看发现好像冰地开花 大家都在心里做这个祷告父亲小祷 但同样的征战就越法吉利 所以你一定要预备好 你一定要预备好 时间也挺不多的 基督教今日报台南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